各位药草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今天的脑子小伙道 我是高松玉 澳洲的葡萄酒行业是一个独特的行业 这个行业尽管从产值和出口量来看并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它和华人市场 华人移民市场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在过去的这么几年当中 不论是早期上一名通过113政策所投资澳洲的像瓶子店 还是说像最近的南澳政府推出的 像鼓励红酒出口的132的政策 其实华人的移民市场往往是非常关注澳洲的葡萄酒的这个行业的 也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在这么多年当中 澳洲的有些葡萄酒的品牌 也在中国市场打开了自己的这种发展的这种机遇 比如说已经非常熟悉 甚至是在很多的电视剧里面所出现的澳洲的葡萄酒品牌奔赴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 就是奔赴背后的上市公司 富翼集团Trisery Wine Estate 那这几天一直在和大家讨论中澳的貌眼摩擦之下 会对澳洲的一些行业产生影响 那葡萄酒行业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对于富翼集团的股价意味着什么 未来是不是我们可以继续投资这家出色的上市公司呢 这是今天想和您进行探讨的重点的内容 咱们先来看一下富翼公司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这家公司现在的市值呢是72.5亿 股价是10.22 ISS的上市代码呢是TWE 适应率20.3 适销率2.52 适账率1.95 分红率3.5% 而且是100%的分红的免稀的 这家公司这家集团的历史呢 是可以追溯到1843年的 是非常的古老了 然后当时公司的第一个酒庄 建立在呢西南卫士州非常有名的度假的景点 猎人谷子Hunter Valley 在之后呢 这家集团通过了对其他酒庄的整合收购 对品牌的收购 已经打造成为了一个拥有70多个品牌的 全球最大的红酒集团之一了 据称呢 每年会销售3400万箱红酒 葡萄酒畅销全球了 其中包括刚才所提的像奔赴 然后还有包括像Wolf Plus 和富 都是这家公司旗下的品牌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南澳的首府阿德雷德的话呢 距离阿德雷德差不多10公里的地方 就还保留着19世纪当时的奔赴的 就像一些生产的一些设备啊 各方面还是很值得去看一看的 长期以来呢 富裕的整体的业务能力很强 从上市之后 在过去的这么10年当中呢 也为投资人一度是带来了超过7倍左右的投资的收益 2019年财年的收入是28.8亿左右 那公司的净利润率呢 差不多是在16% 债务的管理能力也比较强 不过由于是在2020年的上半年的整体的收入情况呢 并没有出现继续的比较好的增长的势头 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富裕的股价就经历了一次下跌 而后来疫情呢 导致这公司呢 是加速了出现了下跌 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公司的具体的财务情况会不难的发现 美国是走量的 而中国是走质的 那美国是现在这个公司总营收的40%的这个国家 那但是从利润上来讲呢 亚洲特别是中国呢 贡献了45%左右的利润 也就是说富裕的未来的发展 富裕集团 现在的情况都和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 都是绑定在一起的 所以说在疫情发生之后呢 因为美国和中国都出现了消费比如下降啊 整个的清关变慢的这种情况 所以富裕的股价几乎呢 比起年初是出现了一半的左右的下跌 最低的时候跌到了8.75这样的一个价格 但面对疫情之后呢 富裕也是做出了比较快速的反应 有两个事情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个就有可能会把奔赴这个品牌 独立的在澳洲进行去上市 考虑到奔赴自己贡献了 富裕4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利润 那因此呢 如果这个品牌进行独立上市 是非常值得投资去关注的 而另外一方面 将会继续坚持品牌的高端化 剥离一些比较低端的低利润的一个品牌 这个也是符合澳大利亚 现在出口行业的整体的趋势的 既然说到这里 不如我们去看一下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的出口的行业 这个行业中的地位 中国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 澳洲有63%的葡萄酒是用于出口的 尽管英国购买的总量比较大 但是中国客户的价值非常的高 根据Wine Australia的报告所显示 中国购买葡萄酒价值是12亿 这个呢 占到了40% 是第二名美国的三倍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数据 告诉我们 中国的葡萄酒行业对中国 澳洲葡萄酒行业对中国的依赖性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行业是比较竞争激烈的 有2797家出口商 出口了2.45万个不同的品种 所以真的想在这样一个行业当中脱颖而出 的确还是比较难的 在全球的葡萄酒的市场当中 我可以明显的看到 意大利 法国和西班牙 是遥遥的领先其他的国家 澳洲和智利的地位差不多 仅占全球市场呢 在4%到5%左右了 那我们不妨再看一下中国的葡萄酒的进口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当中去 澳洲的地位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过去的五年当中 澳洲对中国出口的葡萄酒的产值增长了三倍 19年 澳洲居然超过了法国 是现在中国进口葡萄酒来一国的第一了 而法国和澳大利亚 在这个市场当中的整体的价值是非常的高的 尽管如此 我也看到了其他的几份报告 才告诉我们 19年的时候呢 中国的葡萄酒进口的量和进口值 都是出现了一定的下跌 在连续出现了三年的双位数的增长之后呢 19年 中国葡萄酒行业的进口呢 是下跌了7%到11%左右 这些报告都是在预测 中国的葡萄酒行业呢 进口依然会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业 但是呢 会出现头部整合品牌趋向于 那几个比较大型品牌的这样的一种迹象 这个其实对于像富翼 对于像奔赴这样的品牌来讲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那不过也值得提一下 就中国的红酒消费呢 还是比白酒要少得多得多的 红酒呢差不多消费规模是800亿 那白酒呢差不多是5300亿左右 那对此呢 富翼做了一次很有趣的尝试 让奔赴推出了一个把红酒和白酒进行混搭的混合酒 而且命名叫做518 就是我要发的这样的一个酒种 有尝过的朋友不妨告诉我一下你对这个酒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那最后我们可以展望一下这个行业的 澳洲这个行业的增长以及富翼可能以后到会面临一些哪些的问题和趋势 红酒行业相比澳洲的其他出口行业来讲呢 还是非常的小的 那尽管如此呢 产值对中国市场依赖非常大 刚才所提到的差不多是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长期来看尽管红酒行业整体是有增长的趋势 而且有头部企业整合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的话 但是短期之内如果一旦中澳之间的摩擦升级 那的确对这个行业还是存在比较大的风险的 万幸中的万幸呢 就是其实中美之间所签署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并没有提到红酒这个行业 那我们回头去看在2018年的时候呢 由于中美之间摩擦开始去升级 当时美国的国际资本巨头凯雷集团 收购了澳洲的第二大红酒集团 当时这个呢也是体现出了 像这种资本对于中澳之间的 在红酒行业的这种增长性了 现在我觉得其实真的红酒的行业和负易的命运呢 都和中澳之间的贸易摩擦其实联系在一起 那如果是说 如果是说在这种的一种情况下呢 可能负易相比别的品牌的整体的抗风险能力还是很强的 公司有比较好的治理的能力 有比较国际化的这种业务 而且呢有头部企业 这种在行业当中已经所建成的这种地位 所以说考虑到这最近所出现的下跌 是负易集团在上市之后第一次比较大幅度的深度的一个回调 那长期来讲 这对于投资来讲呢 可能也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机会了 那具体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我们要继续关注中澳之间贸易摩擦会不会波及到澳洲的葡萄酒的这个行业 这是今天想和您进行探讨的全部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 请您帮我们转发 帮我们给我们留言进行您想探讨的一些其他的相关的股票或者是资讯 那也请您关注高桃澳洲的公众号来获得我们今天探讨内容的文字版 也请您关注澳财网的公众号呢 获得每天更多的澳洲财经的资讯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